三国演义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 单刀附会 扶皇后 为国捐生 幽兔笑谈 制作 学说 孙权要索荆州 张昭献纪约 刘备所以重者 诸葛亮尔 其兄诸葛锦 今世于无 何不将锦老小之下 使锦入川告其地 领劝刘备交割荆州 如其不还 必累及我老小 亮年同胞之情 必然应允 全曰 诸葛锦乃成师君子 安忍居其老小 朝曰 明教之士祭策 自然放心 玄从之 赵诸葛锦老小 徐签在府 以免修书 打发诸葛锦往西川去 不数日 到了成都 先使人抱之玄德 玄德问孔明月 令兄来此为何 孔明月 来所荆州尔 玄德月 何以达知 孔明月 只需如此如此 季会已定 孔明出锅接紧 不到私宅 进入宾馆 参拜壁 紧放声大哭 亮月 兄长有事但说 何故发哀 锦月 无一家老小修矣 亮月 莫非未不还荆州乎 因地之故 知下兄长老小 地心何安 凶究忧虑 地自有 寄还荆州辩了 锦大喜 即同孔明入见玄德 呈上孙权书 玄德看了 怒月 孙权既已妹嫁我 却称我不在荆州 竟将妹子前帝取去 情理难容 我正要大起川兵 杀下江南 报我之恨 却还想来 锁荆州乎 孔明枯败于地 月 吴侯直下 两兄长老小 倘若不还 吴兄将全家被录 兄此量 岂能不胜 望主公看亮之面 将荆州还了东吴 全量兄弟之情 玄德再三不肯 孔明只是哭求 玄德徐徐曰 既如此 看君失眠 分荆州一半还之 将长沙 林敏 贵阳三郡与他 量月 既蒙渐云 便可写书 与云长令 交割三郡 玄德约 此于道笔 须用善言求无地 无地性如烈火 无上俱之 且以此细 谨求了书 辞了玄德 别了孔明 登途进到荆州 云长寝入中堂 兵主相续 谨出玄德书曰 皇叔许献以三郡还东吴 望将军即日交歌 令谨好回见吴主 云长变色月 勿与吴兄桃园结役 是共匡扶汉室 荆州本大汉疆土 岂得妄以耻翠于人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虽吴兄有书来 我却只不还 鉴约 今吴侯侄下紧老小 若不还荆州 必将被诛 望将军连之 云长变 此事无猴绝技 如何瞒得我过 锦约 将军和太无面目 云长只剑在守约 休在眼 此剑上并无面目 官庭告约 军师面上不好看 望复清晰目 云长变 不看军师面上 叫你回不得东吴 锦满面羞残 急此下船 再往西川见孔明 孔明已自出寻去了 锦知再见玄德 枯告云长欲杀之时 玄德与无地性疾 疾难语言 子余可暂回 容无曲的东川 汉中诸俊 调云长王守之 那十方的交付荆州 锦不得已 只得回东吴剑孙权 俱言前世 孙权大怒曰 子于此去 反复奔走 莫非皆是诸葛亮之计 锦曰 非也 无地义哭告 玄德 方许将三郡先还 又无奈云长事 完不肯 孙权曰 既刘备 有先还三郡之言 便可拆官前去长沙 邻邻 贵阳三郡赴任 且看如何 锦曰 主公所言即是 全乃令锦 取回老小 以免拆官往三郡赴任 不一日 三郡拆去官吏 进北逐回 告孙权曰 官云长不肯相容 连夜赶逐回东吴 持后者便要杀 孙权大怒 差人赵鲁素责之曰 子敬细为刘备作宝 戒无荆州 仅刘备已得西川 不肯归还 子敬起得作事 宿曰 宿以私得一计 正欲告主公 全问何计 宿曰 仅屯定于路口 使人请官云长赴会 若云长肯来 以善言说之 如其不从 扶下刀俯首杀之 卢比不肯来 随即进兵 与决胜负 夺去荆州变了 孙权曰 正和无义 可及行之 砍则禁曰 不可 官云长乃是之虎将 非等先可及 孔师不邪 反遭其害 孙权陆曰 若如此 荆州何日可得 便命鲁肃塑 塑形此祭 肃乃次孙权 至路口 赵吕蒙 甘宁商议 设宴于路口 在外临江亭上 修下请书 玄帐下能言快语 一人为使 登州渡江 江口观平问了 遂寅使入荆州 寇见云长 据到鲁肃相邀 附会之意 呈上请书 云长看毕 未来人曰 既子敬相请 我明日便来赴宴 如可先回 使者辞去 官平曰 鲁肃相邀 必无好意 父亲何故许之 云长笑语 无其不知夜 此时诸葛锦回报孙权 说吴不肯还三句 故令鲁肃屯兵路口 邀我赴会 便所荆州 吴若不枉 道无窃矣 吴来日独驾小舟 只用亲随十余人 单刀附会 看鲁肃如何尽我 平见云 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 青岛虎狼之血 恐非所以众伯父之寄托也 云长云 乌于千枪万刀之中 时时交功之计 匹马纵横 如入无人之境 岂忧将东群属乎 马良意见曰 鲁肃虽有长者之风 但今时急 不容不生一心 将军不可轻枉 云长曰 西战国时 赵人令相如 吴富鸡之力 云年迟会上 许秦国军沉入无误 况吴成学万人敌者户 既依许诺 不可失信 两月 纵将军去 已当有准备 云长曰 只叫吴尔选快船十支 藏膳水军五百 于江上等候 看吴鸿旗起处 贬过将来 凭领命自去准备 却说 使者回报鲁肃 说云长凯然英云 来日准到 肃于吕蒙商议 此来若何 盲月 笔带军马来 牟与甘宁个人领义军 扶于暗策 放跑为好 准备厮杀 如无军来 只于停后 扶刀扶手五十人 就严肩杀制 忌讳已定 此日 肃令人于暗口遥望 晨时后 见江面上一只船来 烧宫水 手指数人 一面红旗 风中招展 显出一个大官子来 船见尽暗 见云长青金绿袍坐于船上 磅边舟舱捧着大刀 八九个关西大汉 各跨腰刀一口 鲁肃惊疑 接入庭内 血礼壁 入膝饮酒 举杯相劝 不敢仰视 云长谈笑自若 九至半憨 夙曰 又一言夙语君后 信垂听烟 昔日令兄皇叔 始夙于无主之前 宝戒荆州赞助 欲于取西川之后归还 仅西川已得 而荆州未还 得无事信乎 云长曰 此国家大师 言间不必论之 夙曰 无主只区区江东之地 而可以荆州相接者 为念君后等兵败远来 无以为自顾也 今已得益州 则荆州自应见还 来皇叔 但肯先各三郡 而君后又不从 恐于礼上说不去 云长曰 无灵之意 左将军亲茂使时 陆立破敌 起得徒劳而无尺度相资 今足下赴来所地业 速曰 不然 君后时与皇叔同败于长板 既穷历劫 将遇远窜 无主经免皇叔身无处所 不爱徒弟 使有所托 足以徒后宫 而皇叔千得辉好 以得西川 又占荆州 贪而被义 恐为天下所耻笑 为君后查指 云长曰 此皆无凶之事 非某所遗余也 速曰 某文君后 与皇叔桃源 结义 侍同生死 皇叔吉君侯也 何得退拓户 云长未及回答 周仓在阶下历声言约 天下土地 唯有德者居之 岂都市汝东无当有业 云长变色而起 夺周仓所之大刀 立于亭中 目视周仓而赤曰 此国家之事 如何敢多言 可复去 仓回忆 先到暗口 把红旗一招 官平传如简发 奔过江东来 云长右手提刀 左手挽住鲁副手 扬推罪约 宫今请无复宴 莫提起荆州之事 无尽以罪 孔商固旧之情 他日令人寝宫到荆州赋会 另做商议 鲁肃魂不附体 被云长扯至江边 吕蒙 甘宁各引本部军御出 见云长手提大刀 亲握鲁肃 孔肃被伤 虽不敢动 云长到船边 却才放手 早立于船手 与鲁肃作别 肃如痴死呆 看官公船 以乘风而去 后人有失赞官公寓 藐视无尘 若小儿 胆刀附会 敢平气 当年一段 英雄气 游圣向儒 再生吃 云长自回荆州 鲁肃与吕蒙共议 此计又不成 儒之奈何 盟约可申报主公 起兵与云长决战 肃即使人申报孙权 全文之大怒 商议起清国之兵 来去荆州 呼报曹操 又起三十万大军来也 全大金 且叫鲁肃 修惹荆州之兵 移兵向合肥 如需以聚曹操 却说 曹将欲启成南征 参军复干 自艳才 尚书建操 书略曰 甘文用武则先威 用文则先德 威德相继 而后王爷成 王者天下大乱 民工用鼓掌之 十平其九 今未成王命者 无语殊耳 无有长江之险 属有崇山之祖 难以为战 运以为 潜移增修文德 暗家寝兵 西军仰氏 待氏而动 今若举书 十万之众 囤长江之兵 躺贼 平显身藏 是我驶马 不得逞其能 其便无所用其权 则天微屈以 为民工 降察焉 曹操兵兵 岂把南征 兴设学校 严李文氏 于是 世中王灿 杜夕 魏凯 何恰四人 亦遇尊曹操 为魏王 忠书令 巡忧曰 不可 丞相官之魏公 荣家九阳 魏以吉矣 今又晋升王位 于李不可 曹操文之 怒曰 此人 欲笑巡欲业 巡幼之之 忧愤成吉 我并十数日而足 亡年五十八岁 曹后藏之 遂罢魏王室 一日 曹操待剑入宫 现帝正与扶后共作 扶后见曹来 慌忙起身 帝见曹操 战力不已 曹曰 孙权 刘备各霸一方 不遵朝廷 当主之和 帝曰 尽在魏公才处 曹怒曰 陛下出此言 外人闻之 直到无期君也 帝曰 君若肯相辅则姓 不耳 愿垂温相舍 曹文言 怒目视地 恨恨而出 左右获奏帝曰 晋文为公寓 自立为王 不久必将篡位 帝于扶后大哭 后曰 切腹扶完 常有杀曹之心 却尽当修书一封 密于富途之 帝曰 西董城为事不密 反遭大祸 今又恐泄露 朕于如皆修矣 后曰 但兮如坐针毡 似此为人 不如早亡 且看宦官之中 亦可托者 莫如沐顺 当令记此书 乃及召沐顺入贫后 退去左右进士 帝后大哭 告顺曰 曹贼欲为魏王 早晚必行篡夺之事 朕欲令后父福丸 密突此贼 而左右之人 拒贼心腹 无可托者 欲如将皇后密书 寄予福丸 量如忠义 必不负阵 顺气曰 臣敢陛下大恩 敢不以死报 臣即请刑 后乃修书复顺 顺藏书于法中 前出进宫 尽至福丸宅 江书城上 完见是福后亲笔 乃为牧顺曰 曹贼心腹慎重 不可剧土 除非江东孙权 西川孙辈 二处起兵于外 曹彼自亡 此时却求在朝忠义之臣 一同谋之 内外加功 树可有计 顺曰 皇帐可作书复地后 求密诏 岸前人往无处二处 领域会起兵 讨贼救主 服完及取职 写书复顺 顺乃藏于投机内 此完回宫 原来早有人抱之曹操 操陷于宫门等候 沐顺回遇曹操 操问 哪里去来 顺答曰 皇后有病 命求医去 操曰 赵德一人何在 顺曰 还未诏致 操和左右 便搜身上 并无夹带 放行 忽然风吹落其茂 操又换回 取茂是之 便官无误 还茂另待 目顺双手 道带其茂 操心仪 令左右搜起头发中 搜出服完书来 操看时 书中言语 结连孙流为外应 操大怒 直下 目顺于密室问之 顺不肯招 操连夜点 甲兵三千 围住 服完司宅 老幼 并接拿下 搜出 服后 亲笔之书 随将服侍三族 进阶下狱 平民使御陵军 西律持节入宫 先收皇后喜寿 是日帝在外殿 简西律引三百甲兵 直入 帝问曰 有何事 律曰 奉魏功命 收皇后喜 帝之誓谢 心胆皆碎 律至后宫 服后方起 律便宦官喜寿人 索取玉席而出 服后情之始发 便于殿后交房内 家壁中藏躲 少计 尚书令化新 引五百兵入到后殿 问工人 服后何在 工人皆推不知 心叫甲兵打开诸户 寻觅不见 撂在壁中 便和甲氏破笔搜寻 心亲自动手 揪吼头计托出 吼曰 妄免我一命 心赤曰 汝字箭未攻速去 吼批发险足 二甲氏推拥而出 原来化新宿有文明 相语禀 管宁相友善 诗人称三人为一龙 化新为龙头 丙缘为龙腹 管宁为龙尾 一日 宁与新共众原书 除地见金 宁挥除不顾 心时而是之 然后至下 又一日 宁与新童作观书 闻户外传户之声 由贵人承轩而过 宁端坐不动 新起书网关 宁自此彼心之为人 遂歌系分作 不负与之为友 后来 管宁必居辽东 常戴白帽 坐卧一楼 足不履地 终身不肯示威 而心乃先是孙权 后归曹操 至此乃有收补 福皇后一事 后人有诗叹画心悦 华心当日 逞凶谋 破壁升降 母后烧 祝月一昭 天虎翼 马鸣千载 肖 龙头 又有诗赞管宁约 辽东传有 管宁楼 人去楼空 明独柳 小沙子鱼 贪富贵 岂如白帽 自风流 且说 化心江湖后 雍至外殿 敌望见后 乃下殿报后而哭 心语 为公有命 可塑星 后枯渭地约 不能复香活跃 帝约 我命意不知在何时也 假使拥吼而去 帝堆凶大痛 简西律在侧 帝约 西宫 天下宁有 是是乎 苦倒在地 西律令左右 伏地入宫 化心拿服后 剑操 操马月 无以诚心带儒等 儒等反欲害我耶 无不杀儒 儒必杀我 喝左右乱磅打死 随即入宫 将服后所生二子 解单杀之 当晚将服完 牧顺等宗族二百余口 皆斩于世 朝野之人 无不惊骇 石剑安是九年十一月也 后人有诗探月 草满凶残 事所悟 服完忠义 与何如 可怜地后 分离处 不及民间 父与父 现地自从坏了服后 连日不识 曹入约 陛下无忧 臣无一心 臣女已与陛下贵人 大贤大孝 移居正宫 现地安敢不从 于剑安二十年正月说 就庆贺正担之节 策立曹操女曹贵人 为正宫皇后 寻下莫敢有言 此时曹操威势日甚 会大臣商议 收无灭属之事 贾许曰 须召夏侯敦 曹人二人回 商议此事 曹时时发誓 星夜换回 下侯敦位置 曹人先到 连夜边入府中建操 曹方被酒而握 徐楚仗剑 立于唐门之内 曹人欲入 被徐楚挡住 曹人大怒曰 无乃曹氏宗族 辱何干阻党业 徐楚曰 将军虽清 乃外藩镇守之官 徐楚虽书 献冲魅士 主攻醉卧堂上 不敢放入 曹操文之 探曰 徐楚真忠臣也 无数日 下侯敦一致 共义征法 堆曰 无数即位可攻 宜先去汉中张卜 以得胜之兵驱蜀 可一鼓而下野 曹操曰 正和无义 最起兵西征 正是 方程凶某 其若竹 有趣尽足 扫 偏 方 未知后事如何 且看 下文分解 三国演义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 单刀附会 扶皇后 为国绢生 幽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感谢您的观赏